大家好 我们来继续学习安卓自定义空间 我是明主将老师Toby 上节课我们一起做了一下这个案例 Item空间的这一个案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完 左边的Title 右边的Text 右边的箭头 然后整体的点击效果 上一节课我们遗留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的点击效果并没有出来 第二个是我们的三个空间只显示了一个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怎么设置这里边的内容 我们还要加一个函数来设置他们的内容 先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三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点击效果没有出来呢 我们这里是设置了它的点击效果 这个可能经常有同学会遇到 这是因为我们直接设置在这个布局里边的话 我们需要加这样一个属性 需要加一个 click enable clickable 这样一个属性 它才能接受到我们的点击这样一个变化 先来跑一下 有人说的好说就说初级的程序员一直都是在把我们的东西向跑起来 当然高级的程序员他可能一直都在编码 只是最后才会做些调试 这句话我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 就说有时候我们写了些东西之后 来来跑一下可能会很快的找到一些问题 但是你一直不跑你在那里自己 看现在点击效果出来了 一直不跑一直在那里编码的话 可能有些问题你发现不了 点击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里布局里面明明写了三个 为什么只写了一个出来呢 只写了一个出来 就是我强烈的怀疑可能是就说被覆盖掉了 你看一下我们点点击第一个的时候 它是把我们整个屏幕都占满了 也说第一个就把我们整个占掉了 第二个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来被第一个覆盖掉了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布局 有时候要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里改一下 让它适应空间的大小 好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个空间就显示出来了 好这都比较简单 可能是一些小细节 然后我们做的空间 当然希望可以随时改变你的内容 否则这个空间就没有意义 我们一般改变的是三个东西 左边的标题 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一条都需要设置的 第二个是右边的内容 第三个是箭头是否显示 比较简洁的方法 那我们可能会写一个函数 就来搞定这三个东西 我们可以叫做设置 设置view 第一个是 左边的文字内容 第二个是右边的文字内容 第三个是 是否 是否显示 这个箭头 定义在一个函数 左边的内容 我们一般要做一个判断 if 做一个判断 判断 一般判断为空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设置一下它的内容 好 同理 我们设置一下右边的内容 然后再设置一下我们的 箭头是否显示 VSAP 第一个叫做杠 第二个叫做杠 这种到时候我们一般这种公用的空间 大家要 要写好注释 左边内容 右边内容 右边内容 是否显示小箭头 这样来做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 AROW 看一下 像我们来把我们的三个空间都找出来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066T 这样一个感觉 也可以当成我们的一个view 其实它可以当成一个testview button 这样来使用 设置个ID 叫做TV1 叫做TV1 我们这就123了 因为我们没有代表特别的意思 123这种 大家一般都尽量少用 最好是取特定的 有意义的名字 这是IV item 就叫TV吧 这个没什么影响 先我们把三个空间翻了出来 itemview 翻的view id.tv1 然后 第二个第三个 全部弄出来 itemview 看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空间 itemview 看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他们的内容了 现在setview 第一个我们先设置左边 右边 以及是否显示小箭头 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 姓名 Toby 来设置第二个第三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二个可能我不设置这个 我就设置这个 我就设置为空 这三个我可能 年龄 学校 学校 中国 人民大学 这三个我可能不要小箭头 这就可以比较方便的自定义了 现在我们来跑一下 好了看到没有 这和我们预想的结果是一样的 嗯 嗯 啊这个可能些烦了 不好意思 这里应该是 右边 对 tv write tv write str 这样子才对 好 好 现在就正常了 是我们想的效果了 姓名 然后托币 然后有小箭头 铃铃 内容 这个内容是我们当时的测试内容 我们现在把它删掉 把我们测试内容 大家记得删掉 再来跑一次 好了 现在就出来了 姓名 托币 年龄 然后内容是空 我们设置为空的话 他直接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小箭头 然后是学校 中国人民大学 这没有小箭头 啊 这可以比较爽的 比较 方便的 做这样一个设置的内容了 你想一下 我们讲的这个很多条目 很多条目的话 我们只需要给他加一个 这样一个空间 然后 这里边的什么文字大小啊 点击效果啊 嗯 线条啊 这些都不要 不用我们再写 然后这 这里边的内容 你可以随便控制 通过我们的这个 制定的这个函数 来任意控制它 当然这个是在我们 代码里面实现的 在我们代码里面写的 这样一个内容 其实我们一般 比如说我们写个 TestView 我们希望在Xmail里面 能把这些东西 就已经做好了 能做到这样吗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下节课就来讲 自定属性 本节课的内容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